内玛尔视频截图今晨五点,身着黄色卫衣的内玛尔从机场通道缓缓走出,表情显得以为轻松,对于不少球迷的签名要求,内玛尔毫无巨星架子,依满足球迷的要求。 据网友透露在内玛尔签名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非常耐人训练的事情,某网友透露着,内玛尔在看到街机的球迷之后,首先是朝取着巴萨球衣的球迷走过去的,第一个为拿着巴萨球衣的球迷签名。 不少球迷没有来到机场现场目睹内玛尔的风采,有的球迷遗憾的说道,我估计会疯掉吧,不,我应该会直接昏过去的,我想马上飞回国内,去深圳,啊啊啊啊啊,也有球迷表示,看到我热泪盈眶,另外一位球迷回复,我也是。 太好了,马尔宠球迷,还有球迷写道,马尔子好乖,各种暖,啊,只恨自己不在机场,总之,内玛尔来到中国,给球迷们的印象非常好。 关注东北网微信微博QVNI8月4日,法国超级杯将会在深圳大运中心开战,对镇双方是巴黎和摩尔哥。 此前巴黎在新加坡,参加国际冠军杯亚洲区比赛,分别是1比5布迪埃瑟纳,3比2击败马进。 昨日,巴黎圣日尔曼飞抵了圣镇,开始备战法国超级杯,视频截图随法国队,捧起大力审杯,德姆巴佩目前还在度假,因此不会来中国参赛。 阿黎将在深圳下达酒店一起举行球员见面会,队长蒂亚哥·席尔瓦、迪玛利亚和拉斯迪亚拉三位球员将会出席。